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 财政部所属国营事业台湾烟酒公司 除了已在新加坡布局之外 今年1月也已将产品登陆菲律宾 预计10月份也将进军越南市场 台湾烟酒指出 目前越南市场尚未有以啤酒为基底的水果酒 此次进军越南 除了经典的金牌啤酒之外 也特别选择果围薰系列的白葡萄口味 水果啤酒的凤梨口味等两款水果酒 希望一举辅获越南消费者的心 台湾烟酒表示 初期会先由台湾出口至越南测试水温 8月份将征选优质经销商 另外因越南进口酒关税高达35% 加上其他税项税率高达120% 因此为让产品价格更有竞争力 若初期销量稳定成长 未来也会循序渐进的请当地酒厂代工 甚至直接赴越南设厂 台湾烟酒副总经理张立明说 因为台湾跟东协还没有关税协定 所以你如果这么重的税金 那竞争力真的会降低很多 你像国际性的大厂 几乎都在这边设厂 那一定要当地市场竞争力 还有品质的管控 那才会万无一失 对于进军越南市场 台湾烟酒表示会全力以赴 短期目标是希望以三年时间 将越南啤酒市场的市占率 冲到1%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 谢嘉欣采访报道